娱乐圈有很多的老戏骨都不能安详晚年 如今赵本山已经64岁 早前东北有这样一句俗话 过了山海关就找赵本山 可如今的赵本山恐怕要让你失望了 作为全国观众都熟悉的小品演员 这个年纪本应该是退休想轻浮的状态 但赵本山的日子过得却并不太舒坦 女儿求求原本是心徒大好 不料却借助赵本山的名气在娱乐圈疯狂捞金 也一度被网友吐槽是坑爹的典范 曾经作为公认的小品之王 为何晚年的他却成了这副模样呢 他的赵家班又到底经历了什么 3月13日赵本山的女儿求求在网络上开直播 在直播过程中有网友调侃女儿求求的终身大事 正当求求为这个问题感到尴尬的时候 妈妈进来后坐到求求的旁边 对网友们说道 要是以后有谁娶了求求 她会彩礼嫁妆全都包完 并公开喊话 要是以后谁愿意娶求求 自己愿意给女婿买房子 不管缺啥她都可以给 直播中的豪横可谓是将实力展现得一览无语 可赵本山如今的彩礼 真的还支撑得住女儿那么作吗 事实却不见得 时间拨回2010年 如日中天的赵本山先知先觉的 买下了海南的地 当时许多人都不解她的行为 亲近她的弟子甚至还有的认为 她已经有点年老发婚 可当年年底 国家意志开发海南的文件 解开了众人的迷惑 赵本山不是傻了 而是她拥有的人脉 资源和消息变得愈发宽广且高端了 娱乐圈里没有人不想结识 这位权柄通天的东北教父 当红花旦黄胜衣跪下拜师 王家卫邀他出演一代宗师 就连北京老炮冯小刚 因为念错台词被他扇巴掌 也只得忍气吞声 当时的赵本山小指一挥 当即花了两亿 买下了一架私人飞机 在卖当劳圆筒 还卖两块钱的年代 他是当时中国第一位 拥有公务机的明星 没有之意 只不过如日中天的赵本山 没有想到 十年后他买下的公务机却成了块烫手山芋 花大价钱购买到被迫打折抛售 飞机的命运实际上也是他人生浮沉的缩影 近日有网友发现赵本山旗下的 本山传媒海南分公司突然被注销清算了 且早在去年7月份 这家公司就因为经营异常 被官方列入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 其实现在本山传媒的突然主销 也是因为之前累积了太多问题 这也意味着赵本山这么多年以来 创造的本山商业帝国就此被揭下了一角 无独有偶 前不久赵本山的女儿也在直播时 提到他老爸那架私人飞机时 不禁连连感慨 老后悔了 现在连飞机都养不起了 声称现在全家人都后悔买这架飞机 就是现在二手打五折都没人要 不然早就卖了 就后悔了 卖了现在都没人买 一人买早卖了 你行的啥呢 那养不起 养不起了都 就想卖了 根本没人买 谁买呀这年头还买飞机 你在那停着光停就停 还得收费呢 谁都没事养他呀 都是给别人 就像你要买个车 放在门口停着 别人看一天都过眼影 尤其那二手的打五折都没人买 你行的咱家没行的卖呢 老后悔了 养不起了 不得不说富人也有富人的烦恼啊 很多人连一次飞机都没有坐过 而有钱人家的女儿却在担心自己家的私人飞机买不出去 买飞机的第二年 她便以骑专机飞到象山去接张伯芝 一起飞往北京参加赵本山流浪跟会所的开业活动 这在当时也成为一段佳话 早前豪横买飞机 如今却低价抛售 这一系列的操作也不禁让网友疑惑 赵家班这是没钱了吗 其实细细回想一下赵本山麾下的不少弟子 都在这几年接连出世 因为卖假要入狱的胖鸭最近才刚刚出狱 春节期间 宋小宝的发财日记本来挺热的 但不幸被贾玲的你好李幻英打趴下 刘晓光作为赵本山最头疼的弟子 他是自我推荐进的本山传媒 在乡村爱情里饰演赵玉田他爹 早在多年前事业小友进展的他 就因为贪玩染上了毒瘾被债主追到了家 还是师父赵本山替他摆平的 而赵本山最为得意的弟子小沈阳 前阵子在上某演技类节目的时候 还坦言自己放弃小品了 让观众们一阵唏嘘 再说赵本山的一双儿女吧 女儿求求前几年是网友们最好的饭后谈资 不仅自称是社会女求姐 还与某海迈网红谈了场轰轰烈烈烈的恋爱 最终这段恋情也算是闹出了不少风波 后来求求便声称自己要开始搞事业了 不料却是在直播间走起了网红之路 开始靠直播带货生活 赵本山的儿子赵一南也和求求差不多 先是凭借减肥在网上引起了讨论 减肥成功后又开始在网络上做起了直播 直播的内容无非也是和赵本山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不少网友也是冲着他赵本山儿子的头衔去看的直播 前段时间赵一南模仿赵本山经典小品的视频在网上走红 视频中赵一南穿着赵本山最经典的服装 动作神韵和赵本山如同复制粘贴 但网友们似乎并不买账 直接吐槽赵一南也只能蹭蹭赵本山的热度了 也有人拿赵一南和郭启林对比 两人的父亲都在圈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爱说起跑线是一致的 但差距却拉得越来越大了 郭启林现在是各大综艺的常客 网友都赞他礼貌有情商 以及能独当一面 但赵一南在网友心里 却还是躲在父亲光环下的形象 彼时的赵家班也渐渐的风光不在 原本本山传媒采用师徒化管理的模式 让赵本山可以用较低的成本 接收很多优秀的徒弟 可是如今这个商业帝国却出现了裂痕 前段时间赵本山徒弟也与女儿求求直播开私 如今的赵本山已经到达六十高龄 女儿求求也曾抱怨过赵本山已经好久不见人了 毕竟近来有媒体报道 赵本山在海南的本山传媒出现了严重违法的情况 已经被当地官方列入了违法的黑名单 一时间也让外界猜测纷纷 认为赵本山可能出事了 早在2009年的时候 赵本山便突发疾病住院治疗 因为自己身体的问题 赵本山于是在病危的时候立下了遗嘱 赵本山透露 遗嘱中自己的财产除了给现任妻子和孩子以外 他也没有忘记前妻以及大女儿 现在赵本山已经63岁了 头发也已花白 而他的公司以及女儿和徒弟的矛盾等种种问题 却在这时候爆发 小品之王赵本山应该也很棘手吧 还记得民间那句经典的俗语吗 过了山海关就找赵本山 如今徒弟被骂 儿女混成蹭热度的小网红 如今名下的公司又出事 赵本山晚年的日子 怕是也自身难保了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一点点